说话间 大批部族已然上前 列在安道经的刀斧手之后 这帮人携带器械 团团守卫百辆大车 正是河北铸铁枪的门人 朱家庄上代高手凋零待尽 朱老夫人又给轻衣秀士下手打伤 那小少爷朱康除了成派都是帅气 也无其他用处 除了把他派去守粮 了来也无其他用处了 主人阵子守候 胡亭送公脉 深深吸了口气 到 怒苍山到了 三月春花 漫山遍野 天地远处飘起一雾 见市面军旗 正次冉冉上秋 怒 大气招展 军旗正中 白底鲜红 只见是个血红的怒子 旗面纯白 旗子艳红 本该是风和日丽的诗节 但日头映照 那星红怒子仿佛燃血 往来背险僧利 众将想起秦家与朝廷的恩怨 心下无不忌惮 日正当中 怒子其随风飘扬 并在此时远方阴尘弥漫 傻石轰隆隆巨响不断 地面上下震荡 仿如地牛翻身 敌军兵马位置 威势已然震动中原 直让人胆战兴惧 阴尘弥漫中 两面大招率先赏秋 步翻两行蚊子大如斗笠 众人眼里看得明白 见是怒苍山 兴兵血恨 情众还 未付报仇 这十四字 入得眼中 朝廷众人一时掌心出汗 如言武定远心中难受 二人别开头去 不愿多看 左从义悠悠叹了口气 道 唉 情众还豪大的架势 真是为他弟弟报仇来着 宋公脉 高天威 赵醒师等人 想起秦霸仙惨死的往事 都是凛然无语 兴兵血恨 未付报仇 这两行话 点名敌军来意 二十年前 秦霸仙受辅昭安 却在神鬼庭外 守人为功 终于惨死到上 现经山寨再起 藩军为谷 旧将为用 再将双龙寨 兴入火的好汉 实力绝不容小觑 看了怒苍英豪 打着负寨血恨的 打七个来弓 不将乾隆歹回 如何吞得下这口气 今日敌我双方 龙争虎斗 定有一番激战 众人想到此节 脸上都身惨淡 卢云则是暗暗叹气 显得有些落寞 敌军行上山丘 一员虎将领事四方 飞马出阵 但听一声长响 秋长传来 纵声呐喊 怒苍 全火好汉到 此人声入红中 威正四野 看他紫面英虚 足跨青葱宝马 手提一柄 十二尺大马刀 身后红旗白子 大叔 气冲赛北诗 此人正是雄霸西域 数十载 乌虎上将排名第二的 煞惊石刚 石刚提起马刀 立马山岗之上 朗声道 奉天成运 无等好汉 近日迎回本山乾隆军尸 有敢党者 杀无赦 高天尾的人文言 竟皆不怒 松公迈苏来 沉稳自吃 当即挥手贺卒 冷冷地道 朱军不必妄动 且看敌方虚实 再行应变 话声未必 但听一声炮响 左翼大将 也已驾马出阵 背后绿旗白子 大叔 江东翻影鹿 此人白面黑须 温文儒雅 正是江东翻影鹿孤战 此人称雄江南 转战百合 朝廷始终角质不灭 只可说是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看他手提长鞭 气度雍龙 朝廷众将 想起梁虎并立 兴下各自已灵 卢云更是揭叹不已 陆孤战方才行出 猛听战鼓如雷 怒苍又一大将 也已现身 其人目如新郎 越马而出 看他神采奕奕 真美男子也 此人背后 黄旗白子 大叔 西梁小吕布 韩 正是西年穷困身伐 挑拨江湖的 阿沙韩义 高天威当年 与怒苍交战多何 自知寒意来历 只听他黑黑冷笑 摇头便道 君本家人 奈何作贼 这小子十多年来 踪影全尸 哪知怒苍山 才已造反 却又赶着出来 造反作乱 当真是死刑不改 卢元也见过阿沙 我没料到 他居然是怒苍大将 一时满心寂寥 低探无语 正探席间 号角声响起 一阵飞出二旗 左旗老者 仰天大笑 身负铁剑 见识铁剑正天男 离铁山 右旗大汉 神色豪勇 手握钢刀 却是蛇和双形 豪阵江 安道静与豪阵江 仇身难解 一见面 当时呸了一声 磕道 呸 离铁山是贼也就罢了 这豪阵江 往日是刑不教习 却怎也投上山寨 反了 当真反了 真该抄他满门才是 离铁山武功雄强 曾赢一柄神威铁剑 力斩巨烟 名震天下 那豪阵江 昔日则是 锦衣卫枪棒教头 又曾教习天下 捕快武艺 他与朝廷如此渊源 谁知竟也投上山寨 安道静一见好正香的面 想起这人 曾在自己麾下围观 登吉抢先指嘛 就怕给人背后支支点点 说他欲下无方 那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离好两棋 飞驰总出 行道阵前 傻是往外一分 让了开来 咚咚咚咚 战鼓敲响不断 两军一片宁静 全无半点声响 都在等待 怒苍山头领行出 马鸣风啸 大军肃然 一人不急不虚 缓缓架马而出 阳光映上他的铁脚 光芒背绝此目 柳门诸人低声道 他来了 一头猛虎 低吼而来 此人高鼻鹰眼 讹称赐罪 左腿少了半截 换了只沉重铁脚 看他背后白旗红字 正是怒苍秦仲海 五个血红大字 他日若遂凌民志 敢笑荒朝不丈夫 秦仲海当年受尽委屈 九死一生逃离京城 此刻却能意气风发地 引领万军来到邵氏三角 挑战天下第一大门盘 说来当真是恍若鸽式 卢云看在眼里 新年京城往事飞入心中 已是泪眼眼眶 众人正看见 嘎嘎之声响起 秦仲海背后 却还有一人倒来 看怒苍诸将 让开道路 来人当时要紧人物 果见一名老者端坐孔明车上 此人轻摇雨晒 轻松闲适 车上还插一面小旗 却是凤语军师唐古字 宋公迈高天卫等人 见了他的面貌 想起朱家庄一场血战 诸人神色大变 显得更为忌惮 九华山本是武林正道一脉 哪知朱家庄一意弄巧成拙 竟把人逼上山去 正邪金一销一掌 说来实在是得不偿失 吴定远卢隐等人想起此事 惊吓更对高天将铸铁枪不满 此时怒苍山尚未列阵 灵英奉命接引群豪上山 见吉普克师 连忙率着众僧行出大军 提起内力高征调道 清将决 我等奉天决大师 继戴正北杨将军之命 前来迎接诸位上山 还请清将决与诸位英雄出征相会 灵英内力雄昏 万针之中提气喊话 声音清晰可闻 高天威送公脉等人都是识货的 心下自是暗赞 哪知灵英喊了几声 对方却是置入我网闻 他毫不气馁 又把话再说了一遍 只是怒苍诸将仍在静候号令 已是无人打枪 也看不出心意如何 安道经痴痴迹小道 活该 叫佛祖保佑你啊 白痴 灵英暗暗黄疾 不知高低 那乡 高天威与怒苍仓仇生死海 早想出面搅局 最后惹得少林怒苍 两方大杀一场 来个同归于境 那才叫称形如意 他哈哈大笑 自行驾马出征 来到两边阵地中线 扬边河岛 刺面小二龙了嘛 人家在救你啊 倘若不敢打枪 那便快快下马 扣上三个响头 束手就行 否则修快这里十万大军 将你踏为懒尼 眼看对方仍是不言不动 似乎怕了自己 高天威哈哈大笑 更是驾马向前 与怒苍大军相聚不过白痴 勾指笑道 怕了吧 你们这些人全是笼子 天觉大师要和你们讲出佛法 恐怕是对牛弹琴了 正得意洋洋间 怒苍阵中传来一声怒吼 一瓶长枪废止而至 直朝高天威灭门舍来 看内枪势头快绝 引带风雷之声 高天威却是不怕 大笑道 哪来的杂碎 居然想暗算高天将 傻时双足一蹬 直从马背上跃起 伸手便朝枪柄抓去 看他身发灵动 目光精准 天将府精通十八般武艺的美名 果然是名下无虚 手指堪堪抓到枪柄 猛然间沙尘飞扬 一个身影直朝高天威气来 杀士时间飞脚踢出 并往高天威猴头踹落 竟比长枪还快了一步 高天威呸一声 半空中身子威胁 左掌须劈挡住了这几弹腿 各自落下地来 二人站上战地中线 相互凝视 只见怒苍勇士双手抱胸 沉着一伤风霜老脸 正是前景一位枪帮教头 双龙寨兵马叫袭 郝真香来了 高天威冷笑道 蛇鹤双行 又是你这死 不久前 双龙寨一路打入天降府 当时郝真香 差点与高天威打杀起来 只因陆孤瞻兵马亏似在旁 这才逼得高天威忍气吞身 不得不低头 此刻双方是军里敌 各有大军凭见 那是谁也不怕谁的局面了 仇人相见风外掩红 高天威放声大笑 喝道 听说你这死反叛朝廷 丢进了湖南好家的脸面 老子今日先杀你 再将你湖南老家的亲人 一个个送去冲军 你说怎么样啊 好正香最恨旁人 欺负他的家小 此刻文言大怒 二话不说 右手鹤嘴 左手蛇拳 并往高天威胸口打去 两招相辅相成 各不招式的破绽 一动手便用上了绝招 高天威见敌方招数精妙 更是怪叫一声 往后一让 便从马背上截下大刀 要凭兵刃之力招架对手 看好正香空手与敌 先前扔出的长枪 又没抢灰 此刻必定吃亏 高天威不守江湖规矩 怒苍正英好处如云 如何乃的 马踢震响 猛听当的一声大响 高天威还没出手 手腕便是一麻 大刀更易荡开 只见一骑飞奔而出 马上乘客大声道 高天贼 人家和你空手较量 你偏向满平阵 刚好让姓李的 赔你两招 这人说话声若红中 手持一柄九尺大铁剑 正是铁剑震天男 李铁山出场了 李铁山从马上 解下一瓶鬼头刀 扔给了好正香 口中讥讽道 高矮子 当了这几年缩头乌龟 滋味如何呀 高天威身边强敌还死 却不显地怕 只听他立声吼道 李铁山 当年恩仇未了 你还敢过来周折 今日刚好拿你的人头几七 看他面带弄火 撕声利喉 想来过去吃过李铁山的大亏 却不知内情如何了 李铁山更不大话 胡笑霹雳 且见指掌而出 看他一出手便是绝招 定君山 想来要在三两招之内 将强敌了仗 这招肩法刚猛乌匹 高天威若要冒失重违迹 定成肉饼模样 高天威声线重违 朝廷历史有人出来救援 只听一人喝道 打胆 两个打一个 算什么英雄好汉 齐声激昂 一员大将领军杀篮 看他手提天雄宝刀 以铁铲架住了大铁剑 轰然巨响中 众人把这人面目看了个明白 此人正是神刀门少门主 山东宋通明倒了 双方势均力敌 明将一个接一个出场 局面大见紧张 内乡 灵鹰看在眼里 则是暗暗黄疾 他此行过来山脚 旨在迎接敌将入死 哪知竟会生出这些无谓打斗 灵鹰正想奔出 却听怒苍阵营又是一声怒吼 马蹄狂震中 一骑飞驰而来 铿枪巨响传过 方天化即游天而降 直往宋通明灭门此去 来人体格高大 足夸高头红马 正是西凉小旅步道了 怒苍以三对二 造型是如何忍的 门哼一声 邓也跨马上阵 奋勇向前 傻师之间 敌我双方数足在前 各自以三对三 看朝廷宋 赵 高三大名将联手 亲雄神铲 多杰狼武 煤煎大刀 三人拒是罕见骑兵 这项 怒苍 李 好 韩 三人各为雄虎名将 西游退让之力 三人杀气腾腾 各自拔出兵刃 单见九尺铁剑 鬼头刚刃 方天化即 通去过间 三大重兵给阳光照耀 仿如三只大火炬 刺得敌方猪将 无法逼死 眼看双方便要打杀起来 灵鹰生怕大战一起 非但师叔与师弟的 美意尽失 中云百姓 更要生灵涂炭 他外号慈悲金刚 便算偷生为胡 自也舍得 当此黎明百姓的疾苦 更是奋不顾身 傻师一肉作顿 挡在了两方人马之中 他双手高举过肩 大声道 诸位高贤 且看小僧面下 暂且霸斗如何呀 他见诸人等笑不休 无人理会自己 历时妄想黎铁山 求肯道 李庄主 新年共亢强敌 大家都是好朋友 让我一步吧 黎铁山与灵鹰是旧时 交警口说十分深厚 此刻斗听老友先生喊话 此时不能坐视不离 当即翻身下马 低声道 大师别来无恙啊 韩逸与好镇相见同伴下马 自也不好再足厮杀 二人呼望一言 各自将兵人放入 高天威最是狂妄 早有意争夺武林领袖之位 此刻见灵鹰现身说话 却是一副幸灾乐活的神色 笑道 苦啊苦啊 灵鹰大师自称是反贼的好朋友 传入江湖铜道耳中 不知大伙要怎么送羊啊 那灵征随着师兄入场 一听高天威冷嘲乐风 立时大呼一声 点出大力金刚纸 并往高天威抓去 高天威忧了一声 笑道 哟 看啥呀 少灵寺要和弩苍战联手吗 你想清楚啊 灵鹰吃了一惊 自己是过来调解的 岂能率先开打 急忙抱住师弟 将他拖了开来 他叹息良久 垂手攻身 目光向地 道 李庄主啊 念在旧日情分 劳烦您回去禀告一声 便说 我山天爵大师 已在乡口 请诸位英豪念在 乾隆先生的份上 早些上山相会吧 李铁山拱手道 啊 念在古人之情 我不得不实话实说 天爵僧西年杀我们太多兄弟 大家恨着老 老僧都来不及 你要咱们贸然上山 恐怕无法照办 好镇相也道 真是如此 灵鹰师父将心彼心 倘若今日是贵子来到怒仓 岂会不加防备 贸然上山吗 还盼师父传句话说 就说咱们已到山脚 邀请天爵大师下山会面 意思是一样的 灵鹰面露犹豫 那一项 灵征已然跳了起来 大声道 不成 师叔说过了 一定要你们上山听他说法 倘若你们还念着乾隆的生死 那便快快上来 众人听他出言威胁 脸色都沉了下来 灵征把话说破了 那是没有转换余地了 高天威处在一旁观看 历时积反道 弄苍山的胆小狗子 说什么兄弟义气 都是臭乎乎的屁 我看不如早点把大帅蛇一刀宰了 一会儿主张一般蛇肉根 那才叫做香呢 韩义怒道 我们和少林大师说话 你插什么嘴 举起方天话旗奋力斩落 高天威驾马闪避 口中物质鸡巢 我插什么嘴 我这张嘴忙得紧呢 一会儿还等着向天爵僧 讨舌根肉呢 好好尝尝一口呢 啊 哈哈哈哈 说着 哈哈大笑起来 高天威说话虽然难听 却把局面点破了 躺着怒苍山 应景不同 迟迟不愿上山 天爵僧一个大怒 乾隆的静命自食堪余 韩义面色一变 想起左君师受人囚禁 生死全在人家的一念之间 不由地缓下手来 退让了几步 李铁山配了一声 往高天威闲视机眼 自想将他一箭腰斩 但此刻受止于人 自也不能贸然动手 他咳了一声 向林英道 也罢 看在左君师的面上 咱们先回去商量一阵 请大师相侯则各 林英松了口气 何时便道 多谢施主明礼 说着又向高天威道 多谢施主说礼 高天威一雷声 眨了眨眼睛 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此行本意只在撩拨 直似见人就存 那只无形插柳柳成英 居然说的这三个反贼 掉头回去 倒真让他意想不到了 李铁山驾马反阵 想来定在劝说 林英素知怒苍英雄 尚重情义 对旧日兄弟定不相复 看来施主以乾隆挟持对方 确实是个大大管用的妙策 正看见怒苍阵营已有动静 林英心下大喜 正要上前问话 呼听正后传来阵阵击鼓声 只见煞青石刚 亲自下马击鼓 口中高呼道 众兄弟 少灵死士强相逼 为何我山弟兄 大家怕不怕 满山军马提声高呼 不怕不怕 林英听了满山便宜的喊声 自是大惊失色 他与灵真面面相去 两人都是一脸茫然 又听石刚阵前怒吼 少灵和尚 引军入瓮 咱们若不自投罗网 他们便要杀死咱们的军士 大家说 我们该怎么办 吼叫声中 三万大军正臂高呼 喊道 杀光他们 杀光他们 灵鹰慌忙大叫 不是这样的呀 你们别误会呀 都听沙声大起 敌军铺天盖地 已如潮水般掩杀而来 灵鹰吓得面无人色 灵征也是晃了手脚 高天威剑 敌我双方终于打了起来 一时打未得意 忍不住哈哈大笑 他吊转马头 向赵宋二人道 赵庄主 宋贤迟 咱们不必躺这趟浑水 这就走吧 三人马蹄轻快 声声派打之中 便朝本鹰退去 灵鹰见情绪 无法挽回 只得拉住师兄的臂膀 大叫头 哎呀 这些人疯了 咱们不秘力会 快快走吧 灵鹰物资不肯 只是张口欲叫 脚下却给尸体 拖着走了 那边 怒仓竟然举兵 随时上前厮杀 朝天这乡 立声反应 看送身刀 架马上前 举臂高呼 三军听命 怒仓肥虐 巨山造反 过乱百姓 罪不容处 我等今日战死沙场 报答乌荒圣耿 六万大军提声呼应 一时喊叫连连 杀声大气 卢炎见双方便要开打 兴下正是荒急 便想出言归去 一旁安道经见了 立之送上一句冷笑 鲁山谋 统敌买国 满门筹掌啊 你可别害死了顾思渊的老儿了 眼看怒仓大军冲杀而出 朝廷军马也是寸步不让 两边战地阴城打齐 敌我双方 嘶声怒吼 三军如潮水般对冲而来 马蹄阵响 沙盛如雷 漫山遍野都是兵族 直死 微动天地 林英退到中途 已与几方先锋军马遭遇 他见一人驾马奔驰 行貌威武 手上戴着铁套 一时又惊又习 宛入海中抱住了浮沫 又似大难中 见到了救星 他口中大叫 急急拦拦上去 对着那人不住哀求 那人见林英过来 顿时翻身下马 与他低声交谈 林英垂泪道 天下万民生死如何 全在施主见上了 那人微微汗手 请林英坐上他的坐骑 煞吃根部打话 斗意转身 呼啸声中 陈烟如黄龙卷地 已然直冲而出 看他一纵一跃 直达仗许 吐起骨落 脚下远比马儿奔驰为快 虚余之间 便甩开朝廷大军 煞时已至敌军面前使掌 那人驻足不动 孤身战略战场 凝视面前狂冲而来的敌军 此时身边并无一人相遂 随时会被淹住正海之中 再看背后朝廷大军 也在挺枪举刀 一片寒光之中 刀枪剑剂 全属戳上 全无流行之意 看着人性命堪雨 恐怕会给两边人马 壮为懒衣一般 前有反贼后有冠军 双方人马满心仇恨 四声大吼 都要将强敌鲨鱼碎屑 当此生死玄关 那人提起双臂 左手抚胸 右手触腹 抬头望上上仓 目的发出了震天长笑 嘎然巨像传出 一代真龙昂首长银 威力震慑晚军 龙鹰一波接着一波 如同雷电轰暴 又似海啸翻腾 此时双方各有数十名先锋开径 巨响冲来 好似耳边炸开了火山 马儿手当其冲 耳骨晃晕之下 各自翻滚摔爬 马上兵族瘫落马背 滚得满地都是 满地兵族言而哀嚎 后头群马一径中谢 立时被笑声震倒 看着人仰天长笑 立敌万军 直死神威灵灵 正是一代真龙五定缅 前来调和顶奈 化干戈为玉帛 这一乡 五定缅宛如天神将士 欲以超着武力 阵伏全雄 只是那一乡 怒仓阵营满是英雄豪杰 难不成便要低头退让 只见大军缓缓分开 似有什么人要出来了 五定缅星下一席 自知群众还要出城相会 正要收住长小 忽然一声哈哈大笑传了过来 那笑声好声雄捆 直对着五定缅喷来 五定缅知道来人有意 与自己较量 当下俯兄佳气全力以赴 那笑声也是越来越响 中气越渐充沛 两人分庭抗礼 谁也压不过谁 两边巨响隆隆 笑声狂笑相互激荡 苍穹仿佛变色 大地四起波涛 两边声音虽响 却非正儿欲聋 反是音波轰轰震跳 冲击波一波接着一波 令得众人全身骨骼 腾腾欲散 好似要给振奋一般 此人内力刚猛若思 运势起来霸道无比 仿佛数十名好手合力 正是秦仲海纵声大笑 两大高手学成以来 彼此初次较劲 果然惊痛天地 看这个是一代真龙 天山真传 那个打同阴阳六经 全身气血应怨自如 但以内力而论 场中豪杰岁多 却没第三人插得下手 过了两球 巨响终于缓信 三厅四下全马哀鸣 巨斗四肢趴转 伏地喘息 重兵族不分敌果 此刻尔骨受伸 只能蹲地呕吐 全无力再次起身坐在 一时哀鸿遍野 慧愁喧天 双方军马动弹不得 场中便空出了一大坏地方 五定面双族往前一跨 提声喝道 秦将军 在下西凉吴定远 特此求见 这回他无以长效措敌 但随意开口说话 便似事后发出 只静得两方病族神策大变 哀嚎声中 一起掩上了耳孔 吴定远龙音发过 正后便出无效之声 只听一个低沉声音道 识别三日 刮目相看 吴之始果然是音功夫 他声音缓慢低沉 不似过去的飞扬脱条 但口音却是清仲海无疑 吴定远听不出他的喜怒 又不见他献声出来 齐声便道 念在侯爷的份上 可否请清将军出阵 在下有几句话说 吴定远以柳王天之名邀约 照李清仲海自虚领情 只是他此刻已是反逆 岂能事事受止于人 平淡便道 吴之始 你是朝廷命官 某位当朝反贼 咱若与你相见 难免惹人误异 还是请你回去吧 朝廷奸臣不分青红草白 一夜只想剿灭怒仓 自己若是调解不成 恐怕山脚下 必成一片失战 到时天觉僧与杨苏冠用心再高 也不免付诸东海 吴定远自知 吴力多多劝说 当下走入阵后 对着一人低声低语 那人听了吩咐 更不答话 自管翻身马背 孤身出阵 局面剑拔弩张 随时都会开展 此人是敌我万军如无误 丹琪来到阵中 怒仓主人 见着人独自个儿来了 连刀剑也没携带 不禁微微感到奇怪 都不知他是什么来头 那人丹琪行来 如入无人之境 左右兵足上前拦住 正要贺闻身份 那人马上一个欠身 拱手道 反省通报 请将军一声 便说山东卢云求见 来人正是当惊 撞免郎 长州之州卢云 抖听卢云声音 不带来人传报 正后便已传出一个笑声 喝道 三军听命 全数让开 正式转动 众将勒马向旁一分 一骑飞驰二出 马上乘客哈哈大笑 提声教导 贪奶奶的卢兄弟 老子来了 那年轻仲海 轮入牢狱 若非卢云不计生死厉害 舍命相救 轻仲海 早成黄旋路上的不平客 如何能在此威风凌凌 引领万军 但若无情仲海 甘冒天下之大不为 替卢云平反罪名 如今的卢云 恐怕还是流落江湖的面范 又何能成为星科状元 尚且入目参军 为朝廷所用呢 两人据是血行人 念及彼此的恩义 此际纵然亲夫所耻 也又见上一面 狂笑声中 一骑飞马而出 远远望去 来人不怒自卑 正是轻仲海 青来相迎 卢云大叫一声 煞之滚落马背 轻仲海也翻下马来 两人相互靠近 各自伸手出去 紧紧相握 怀庆客店里 那双紧握的手掌 如今终于再次交汇 当时轻仲海 落难蒙尘 沦为客店里 洗菜的帮火 卢云不过 轻捏好友的手掌 便把轻仲海 握得淤血中掌 如今轻仲海 升龙火虎 手径更是雄强无比 随手捏来 便把他握得 阴阴声腾 如人眼光向地 赫然见到 轻仲海的铁脚 他啊了一声 弯腰去瞧 只见 那铁脚打造的 十分精细 好似真的一般 回思轻仲海 离开京城的狼狈 煞时眼眶已红 大声道 天可怜剑 你真的好了 两人再次相见 第一句话 既非场面问候 更非什么江湖 打杀俗事 却是一句知心言语 秦仲海 往卢元胸口 打了一拳 笑骂道 哈哈 反野话 老子病要是美好 还能在这儿晃荡吗 两人哈哈大笑 当时搂抱在一块 当年京城中 最让秦仲海 割舍不下的 便是柳昂天 与卢元二人 一人待他如此 一人母他为凶 此刻自己 虽以反叛 但卢元仍不念旧情 情众还看在眼里 心中之喜乐兴奋 是非外人 所能想之万一 京城互为知己 西域袍则情深 竟朝纵是天地逆转 谁又忘了西年真情呢 卢元抬头 翘望怒苍万军 只见兵强麻壮 君勇降足 君荣之强之盛 远在当年西域出征之上 卢元面露感叹 道 哎呀 每天带着这许多弟兄 很不容易吧 这人无愧是知己 一语便道破自己的心事 听众还微微一笑 握住了卢元的手 道 不管怎么打 怎么杀 咱们呢 都还是弟兄 二人相互打量 卢元仰起头来 凝视着眼前的好友 几个月不见 秦仲海虽然气色红热 面颊却消瘦许多 原本就是高鼻阴眼的长相 现象更显得轮廓深刻了 看他嘴上虽然挂着笑 其实目光中 隐喪一股沉郁神迹 远不同往日 路途豪风的神态 卢元低声道 仲海 有什么不快乎的吗 秦仲海听着这话 眼眶忽忽得一红 前几日 闫二娘终于宣得丈夫 身不由己中 也只能挥别这段情绪 人生打击如此沉重 但寨里全是弟兄 字也不好乱说 纵然黄业悲苦 也只能是梦在心里 无人可诉中常 此刻 斗听故人问候 满腔心事 全树涌出 一时泪水挤药落下 卢元见秦仲海挤药垂 一时大惊失色 方芒道 仲海 怎么了 有什么伤心事吗 秦仲海 性子沉 想来少录真心情 心里便算 再悲苦十倍 也不会当众说出行事 他嗑了一声 把气苦神态收拾了 搂住 卢元的尖头 挤出了小容 反问道 别问我的苏事了 倒是你与顾家小姐如何了 打算何时成精呢 卢元听了这话 当时面范微笑 汗手道 托你的佛 那时咱们在怀经典里碰面 我便与顾小姐定轻了 若无别的事阻碍 当在今年中秋晚会 秦仲海哈哈大笑 道 当然是托我的服了 不然还是托那姓杨的那小子服吗 他凑过脸去 迎笑道 你奶奶的 要不是那日老子心脏好 硬把你塞到美女床上 你这小子 哪来的好艳服 你老实说 那日你熬了一整夜 究竟偷了几万生米啊 煮了几碗熟饭呢 卢云听了几碗熟饭这等怪话 唯唯的疑了 旋即想起生米煮成熟饭那句典故 一时慢脸通红 急直骂道 哎呀 什么米啊犯的 你可别满口无揍 秦仲海这人粗鲁以长 当日折仙楼下见卢云与家人擦肩而过 也是扶起心灵 便将这古板书生批晕了 跟着往小姐床下赛去 想来夜深人静 美女酣睡之际 这小子见了红豆豆 避如恶狼般的飞步障窗 等狼爪子吃干抹尽之后 再来个黑黑两声音效 顾小姐哭诉无门 一切字也水到渠成了 秦仲海自行想象当夜场面 越想越是得意 忍不住哈哈大笑 他伸出拳头 狠狠往卢云肩上敲了一击 笑骂道 你小子好厌服啊 这回娶了美娇娘 老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老师成情这日 可别忘了给我一张帖子 刘元听了这话 等时抱一苦笑 他俩一个是朝廷命官 一个是山寨匪寇 请仲海说来喝杯喜酒 不过是玩笑话而已 两人阵前靠近说话 直视万君如五物 两边数万双眼睛 目不转瞬 松公脉也好 石刚也罢 都在猜测他俩的对他 种人或忌惮或猜疑 无一不是心机大谢 唯独颜二娘一人 凤眼含泪 两手轻轻揪着 只在凝望秦仲海 与好友说话的生扬 自出征以来 闫二娘虽然不离丈夫身边 但严巧却始终不离 秦仲海周遭半吃 此刻见他与故人相会 心中不禁替他暗暗欢喜 过去每见秦仲海 与朝廷固有相遇 他心中变身不安 但现下不是怎的 心头竟然替他高兴起来 闫二娘虽不曾细细思索 其实心里也隐隐知晓 秦仲海没了自己 日子定不能快活 善债弟兄虽多 但毕竟相处是日团 想起同甘共苦 生死与共的交情 还是不能与这帮朝廷之友相比 言而良心中默默驻倒 盘青洞海 竞争能够平安喜乐 无论这人是自己的丈夫 还是老大 他这辈子都要从旁照料 永不相赴 二人说话中 背后马蹄声响 听得一个嗓音浑厚 沉声道 秦将决别来无恙 这人说话带着西凉土鹰 秦仲海不必回头 也指示吴定远来了 使才吴定远作孝相邀 秦仲海却相应不理 直至庐元出面相邀 这名朝廷反逆 方才出征相会 只是吴定远身受柳王天 杨苏关重托 无论秦仲海是否防备于他 都要过来说成几句话 眼看吴定远翻身下马 竟朝自己走来 秦仲海与吴定远虽非过敏交情 但彼此也算旧日同侪 说来是有些交情的 人家既然过来了 却也不好冷落 当下迎了上去 口中笑道 武之使气色不坏 看你老兄好功的武功 方才笑声当真厉害 可把老兄比下去了 是才二人以笑声交手 可说不分宣治 秦仲海说的自是客套话 吴定远摇头便道 将军武功大敬 隐喻又何必抬歇 吴定远性子不同于卢云 行事向来稳重自吃 大罐头尤其能把持的灯 此刻众目睽睽万军当前 若非药物在身 绝不会过来招流麻烦 秦仲海熟知吴定远的性子 索性自行破题 定远急着见我 可是当羊狼中的睡客呀 此言一出 吴定远当时咳了一声 朝卢云望了一眼 两人不约而同 都是点了点头 吴定远叹道 唉 秦将军啊 大家都是好朋友 彼此相仗一步 何必见生死呢 秦仲海却不回话 他黑黑干笑 朝卢云瞥了一眼 跟着向天上烈日指了指 道 卢兄弟 要是连你也来对付老子 哪怕是日头再晒 老子全身 可也凉得紧呢 卢云忙道 仲海别读心 据羊狼中言道 他们并非有意对付贵山英雄 只是想让大家粗息长谈 以免生灵涂汰 希望你信得过他 能与几位头领上山相会 秦仲海打了个哈哈 瞧道 卢兄弟 兽灵四几千个和尚 咱们这些兵马开不上去 你要我伸入虎穴吗 卢云行上前去 握住秦仲海的大手 轻声道 仲海 别这样想 不管你心里多恨朝廷 捏在咱们好朋友的面上 总要试试这步 好吗 武定远也是帮着相劝 啊 正是如此 秦将军啊 大家都是好朋友 能少凶杀 便少凶杀 万莫让京城得逞啊 秦仲海听着这话 忍不住便是一顿小骂 善善地走 好你们俩个死家伙 做人还真偏心呢 杨苏冠是给你们什么好处了 以前京城喝酒 又没让你们手摸了大腿 竟帮着姓杨的来对付我 可真没味儿了 秦仲海这话虽是说笑 却也不是为一争见邪 昔日柳门四少性情各异 如云聪明绝顶 武定免身功盖世 但他俩一个性情众人 一个忠义之士 卷非心狠手辣之辈 自不会下手来害自己 唯独杨苏冠性机深 手段强 再加上见机名快 能屈能伸 下手杀人之际 从不性辞手软 眼前秦仲海要与朝廷交手 杨苏冠变成了头号警笛 厉害之处绝不在僵冲之下 正后 清衣秀使始终在留意三人的谈话 一听卢言与武定元 话头长到朝廷的上 便是该要入场 替青龙海还家 以免主将独受人情之苦 他步行入场 积首为礼 道 卢之者 武之士 绝久不见了 二位英雄少年 英俊如故啊 卢言见了这位掌门到来 历时刑机往事 忙功声道 晚辈拜见清衣掌门 清衣秀使见他还是用往日称谓 便自抱拳一笑 摇头道 卢之者啊 在下先是怒苍然的幽军师 为了救华山的名声 之者万不可再称我为掌门了 卢言听了这话 忍不住谈了口气 那头便道 唐先生 清衣秀使不距离他 自行走到武定元面前 向他微笑示意 武定元见了清衣秀使过来 一股清洁感油然而成 若从燕廷身上算齐 这清衣秀使便如乐障一般 武定元虽是事故老臣 此时仍是大惊激动 历时下摆道 定元见过掌门人 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秦仲海对武定元不加辞色 这一项清衣秀使 则对武定元轻由都重 他满面微笑 上前将他扶了起来 问言道 武之石啊 你找到燕廷了 武定元吃了一惊 抬起头来缠声道 您 您怎么知道 清衣秀使料事如神 见了他的神态 此时含笑不语 他甚至武定元 钟爱自己徒二 倘若他现下 还在奔波找人 此刻见了自己 避险彷徨之色 但看他望向自己的目光中 清静多于惶恐 想来八九不离世 定已找到了人了 当下出言试探 果让武定元 打位探风 清衣秀使问道 你把他安顿在京城了 武定元听出他的托福之意 忍不住弹了口气 低声道 哎 掌门 您老人家不回九华山了 清衣秀使摇头道 敌我分明 我若回去了 反得孩子本山从此湮灭 今后九华能否重振 全看掩听这孩子的座位了 说着 向武定元望了一眼 目光颇见深意 此时武定元乍然进的故人 内向卢元游历天下 难道没有救失 众人说话前 抖听马蹄声响 镇中一人驾马过来 听他引道 饮食欠权 白水岂能度日 卢元正与情仲海谈说 听到这两句话 心中登石去震 他转过头去 只见一名高大男子坐在马上 看他气度雍容 手上带着汉玉指环 不是那鹿爷是谁 鹿姑瞻望着卢元 汉手笑了笑 哈哈哈哈 怎么了 几年不见 便打不出下帘了 卢元更不打话 煞食拜倒在地 大声叫道 鹿爷 饮食欠权 白水岂能度日 磨石麻粉 分米树壳冲击 便是这幅对联 为卢元开启了人生星路 让他与兵部上述 接下不解之云 也将他由穷苦书生 一路带入江湖 这位江东翻影 说来正是卢元平生第一贵人 鹿姑瞻翻身下马 将卢元扶了起来 笑道 哈哈哈哈 起来吧 你身为朝廷命款 怎能贵败盗费啊 别让鹿爷替你惹上麻烦了 鹿元回思前程往事 心中大为感慨 当年江南饱受苦难 靠着鹿爷溢于癫兴梦中人 终传自己一身武功 后来京城流浪 西域血战 不知多少次靠无双连拳救命 他心中感伤 竟是良久不能言语 情仲海笑道 哎 你奶奶的 你怎么会认得鹿爷 鹿元叹了口气 摆了个无双连拳的架势 道 啊 若无鹿爷提点 我之间还是个手无夫妻之力的书生 此番受益恩情 小子终身受用不尽 刮生未必 忽然后头窜上一条怪汉 小马道 嘿嘿 他妈的 为天地利精 小子 还认不认得你老大 卢元吓了一跳 赶忙回头去看 正是长雪恨来了 看他身边跟这名年轻男子 却是歇套 这两人也与卢元相识 长雪恨更是山东省城的老友 此时见陆孤瞻出政相会 自也忙着过来会面 长雪恨笑道 哎 赵爷郎 你可得意了 找到阴如玉没有啊 歇套见卢元颇感诧异 拱手便道 卢兄 那年你高中一家状元 陆爷听说了 高兴得什么意思的 大伙还在山寨里 替你庆贺了 当年卢元落魄不得知 苦欲中饱受富贵人家卢达 陆孤瞻得知此事 便过来探望于他 一来也是有缘 二来也是经验于 这位潦倒书生的才雪 便曾点不过卢元武艺 算是卢元半个师傅 卢元没想到 这位陆爷始终挂念自己 不曾相望 念其高义 心中大见激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感谢观看